我爸打瘸了柳如烟的初恋 为此他恨我全家之身 毕业后他用每个月三万元包养我 我需要这钱也爱慕他许久 因此任由他折磨我 为了逗回国的初恋一笑 他在我关节炎复发当天 逼我当众下跪道歉 我彻底死心放下执念离开他 他却追上来求我回头 将紫月即将回国 柳如烟立刻电话通知我 周一哲你手上所有待派剧代言 都让给紫月 这是你欠他的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轻悦动听 昨晚在床上 他用这把好嗓子婉转缠绵的轻盈 一折一折声声缩软入骨 让我不禁声出 他也有点爱上我的妄想 然而今日他声音中的冷意 如同冰水都投浇下来 听见了吗 钟一折他不耐烦地重复 我要你把所有资源都还给紫月 我心刺痛深吸一口气吻 那我现在正拍的古装剧 艳清诀呢 已经快要杀清了 柳如烟毫不犹豫到 也让给江紫月 你先拍完后期 直接抠图换脸 我挂断电话 双腿仍插在冰冷溪水里 拍这部古装戏时 我尽职尽责从未用过提身 吊威亚泡冰水尽身肉薄 我身上布满大大小小的磕伤 结果到头来 全是为他人做嫁衣 现在科技发达 江紫月只要录入几个表情 后期就能用他的脸 取代我的脸 抹杀我的所有努力 上岸后导演递来高药贴 大冬天在水里泡了这么久 小心你的关节炎复发 第一次有人关心我的伤 我膝盖因为拍戏 患上关节炎最近有复发迹象 走路时很痛 柳如烟从未问过 即使我们夜夜水乳交融 她还是对我的伤视而不见 我妈也从不关心我的身体 她每次联系我只为了要钱 或者让我给弟弟妹妹买东西 用她的话来说 我是家中老大 必须撑起整个家 男人吃苦受累是应该的 此刻我鼻子一酸笑道 谢谢郑导 郑导拍拍我肩膀 现在像你这么敬业的演员不多了 你演技很不错 日后必成大气 她很欣赏我 带我如师长如父亲 我这里也不安生 每个月都让我妈传话 要求我给她打一万元 我已有这样的父亲为耻 高三那年 她打伤江紫月 致使江紫月左腿骨折 恰好一周后 就是电影学院的一考复试 江紫月因为受伤而情绪崩溃 表现不佳 那天我也参加了电影学院复试 超常发挥 成为全市唯一被录取的学生 这件事柳如烟记了六年 常常骂我阴险狡诈 肯定是你和你爸串通好的 故意让紫月受伤 让她不能和你竞争 她比你帅多了 原本考上电影学院的该是她 江紫月确实很帅 是当下最实行的 白皙俊秀的风格 当年在高中 她被封为校草 整日钓耳郎当不爱学习 跟校外混子们斗殴 即使这样 她还是很受女孩欢迎 他们眼睛发亮地看着她 其中也包括柳如烟 她在高中时 低调静美靠在窗边读书时 低垂的紧洁白如玉 浓结青颤嘴角微情一点笑意 那时我最爱听许松的卢周月 在补习班上课 听说柳如烟被混混欺负 立刻翘了课赶往事发地点 当时我骑单车 在路上风驰电掣 接连闯几个红灯 气喘吁吁赶到时 柳如烟正靠在江紫月怀里哭泣 原来江紫月比我更早赶到现场 就她 她本就喜欢她 被她救过一次 对她的喜欢更是深沉 我吃了一步就吃了永远 柳如烟永远都更爱江紫月 而我在她眼里 不过是一个路人甲 现在演艺圈资本当道 我没有什么背景 自电影学院毕业后 我无戏可拍 只能当模特赚外快 可是赚到的钱 远远满足不了我妈 我妹妹患有白血病 急需用钱 我妈每天哭着问我要钱 柳如烟主动提出包养我 这时我才知道 她是柳氏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我们的高中 是百年重点中学 那时她不险山不露水 在美国念到硕士后 回国继承家业 开始在商场上展露头角 忠意者 我早就知道你暗恋我 被我包养你 肯定很得意吧 但我告诉你 我包养你 是为了折辱你 我要让你卑微的像条狗 我拖着疼痛的双腿 回到柳家别墅 柳如烟正在试衣服 各种漂亮的裙子 被她扔在床上 她一件件试穿 玲珑突浮的娇好身材 在光下妙不可言 不行 紫月喜欢我穿白裙子 她喃喃自语 为了将紫月的喜好挑衣服 看得出来 她很重视明天 给江紫月的接机 我靠在更衣间门外 注视她很久 我的手在她光洁的肌肤 纤细的腰肢 丝顿般的绣发上划过 你那是什么表情 柳如烟紧紧盯着我 我为别人打扮 你有意见我低声道不敢 只要你开心 怎样都好 七柳如烟似是有点失望 最烦你这种无趣的男人思 她柳眉微醋 显然是又开始偏头痛 我立刻帮她按摩学位 她经常头疼 我跟专业按摩师学过几手 能快速缓解她的痛苦 果然她眉头见书 像被若舒服了的猫咪一样 柔柔轻横 镜子里她久久注视我 漂亮的性眼 逐渐阴晕朦胧柔色 魅意迷离地扬倒在我怀中 她不喜欢我 但喜欢我的身体 我们再次倒入柔软大床中 我很想满足她 然而我膝盖剧痛 只能停下 对不起如烟 我今天不舒服 这是我第一次拒绝她 她的美眸中 浮现出不可思议 羞红了脸 抬手扇了我一巴掌 敢在我面前 拿巧滚你 当我喜欢你啊 我只不过把你当成 江紫月的低劣替代品 我心再次发疼 是的我并不出众 我长相中正 用圈内人的话说 是那种老实的英俊 给任何明星当配角 都不会宣兵夺主 适合做红花旁的绿叶 我天赋一般 比别人付出十倍努力 才磨练出上等演技 连在爱情上 也是我全心全意 爱着柳如烟 可她还是憎恨我 她一脚踹在我膝盖上 把我踢下床 就伤痛得我冷汗沉沉 装什么装大男人 装出病稀释的样子 真叫人恶心 柳如烟 协议在床上 屁腻我冷艳又无情 忠义哲 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 如果没有我捧你 你这几年 在娱乐圈连龙套都跑不上 我低着头 不敢辩驳 因为她说的是事实 你的家庭 也让我恶心犯罪的 把贪财的妈 混子弟弟和破碎的家 呵呵 你是前世 造了什么孽脱生 在这种家里 我暗暗攥紧手腕 即使不情愿 也不得不承认 她说的没错 我的家庭让我蒙羞 父亲是犯罪分子 母亲总是开口要钱 前段时间 甚至理直气壮地 问柳如烟药 我儿子那么帅 外面富婆 愿意一个月十万包他 你只给三万 就让他当牛做马的 真抠门 柳如烟气得白了脸冷笑道 你儿子我早就完腻了 大妈你把他领回家吧 我妈立刻慌张求饶 哎呀 我刚刚是开玩笑的柳小姐 你这么美 我儿子服侍你 真是她的荣幸 长到五万就行 四万也行 我们家不能没有你支持啊 我小女儿 还躺在医院急用钱 您别生气 就到我刚刚嘴见 我抽我自己嘴巴字 你看 我妈感觉不到羞耻般 笑嘻嘻抽自己嘴巴 啪啪声音清脆 我不忍心看她这样 拉起她就走 然而我妈死活不走 甚至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在柳小姐面前 一定得听话 知道不 她是咱家的恩人 她就像进了 大官员的柳姥姥 故意出丑 惹人发笑 柳如烟袖手旁观 脸上冷笑不止 她身后的保姆司机 保镖等人也在笑 现在想起来那闹红红的场面 还是让我心痛 有这样的父母 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自卑感深埋在我的骨穴里 我好想逃离 江紫月的腿 还是有点瘸 当年她跟我爸斗后 被打骨折 本该在家敬养一百天 可是她生性潇洒不羁 拖着伤腿 骑摩托车兜风 路上又出了事故 伤上加伤 左腿落下了后遗症 柳如烟看到 江紫月微薄的模样 心疼得快要哭出来 阿月委屈你了这些年 你过得好吗 江紫月受得 弱不禁风俊秀面庞上 凝着温柔笑意 如烟我在国外过得不错 一切都好之事 我很想你 说这话时 她的目光扫过我眼中 闪过一丝音质 哟 钟义哲 你还是老样子 跟高中时一样不起眼 不过要感谢你这些年 照顾柳如烟 我不在她身边时 还好有你帮忙照顾她 她话中犯着醋意 柳如烟连忙安慰她 钟义哲不是我男朋友 江紫月笑道 我早就听说了 钟义哲给你当牛坐马 天天逗你开心放心 我怎么会嫉妒呢 就像人不会嫉妒狗一样 柳如烟笑了 竭力逗她开心 没错 钟义哲不过是 给我姐们的玩意儿 我的心上人 从始至终都是你这话 让我心如刀角 下午我还要去拍戏 但柳如烟早上以腰疼为由 拒绝家里司机开车 硬是让我送她来机场 接江紫月 她腰不好这几年 为了照顾她 我练出一流好车技 把车开得平稳舒适 柳如烟和江紫月 在车后座四一笑谈 她为她竞装艳态 娇波流畔 极度犹如万箭穿心 让我痛苦不堪 江紫月频繁挑衅我 听说中义哲的妹妹 患上白血病 每个月治疗费要大几万 这算不算一种 恶有恶报呢 钟强当年打伤我 现在她女儿 半死不活地躺在医院里 钟强是我爸 我知道江紫月父亲 当年被我爸打伤 恨意未消 但是我妹是无辜的 不该被牵连 怒意让我猛打方向盘 车辆颠簸了一下 柳如烟轻哼一声 柳梅树倒地称怪我 怎么开车的 不知道紫月的腿有伤吗 必须给我万分小心 她全心全意保护 江紫月的模样好刺眼 明明我腿上也有伤 可是我一声不吭 强忍着痛苦开车拍戏 下午最后一场戏 是燕青爵杀青戏 柳如烟把江紫月 带到剧组介绍给大家 宣布后期将用她的脸 代替我的脸 杀青仪式上 江紫月会和大家互动 让媒体拍照做时 她是燕青爵的主演 燕青爵前期的海报宣传里 我的名字 全部被替换成江紫月的名字 网络上有人问起我 立刻被山平 大批水军下场宣传江紫月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 柳如烟作为上市集团继承人 能够用资本控制民间舆论 剧组里的人都为我打抱不平 半眼焰清爵 柳如烟角的 被妮妮偷偷对我耳语 大哥你好可怜呀 拍了这三个月白干了 不过话说 你金主的眼光真不错 这次找的男人 像没惨强白月光 让人很有保护欲 被妮妮看江紫月的眼神 也闪闪发光 我不禁摇头苦笑 江紫月这小子是真的帅 不管什么时候 都有女生前赴后继地爱她 我这个人向来不认输 如果换成别人 我一定要和她雄敬一番 然而她是将紫月 我父亲亏欠了她 负债子长 我对她也有愧 即使知道这部戏 完全是为她打工 我不过是她的提神 最后一场戏 我还是兢兢业业地拍 这场戏 男主角随女主角殉情 自珠仙台 跳进人间大河 拍摄过程中 需要从高台 上吊着威亚 跳进下方江流里 大哥 这是咱最后一场戏了 被妮妮笑嘻嘻倒 你虽然长得一般般帅 但性格真的很好 谦逊温柔 有傲骨 咱们以后就算不合作了 还可以当朋友啊 又被发了好人卡 我宽容地笑笑好 这场戏有点危险 你一定要小心 然而被妮妮跳下去的那刻 威亚带断裂 她尖叫着掉入江水中 被湍急水流 冲出十几米远 人命关天 我毫不犹豫地 跳进水中救她救命 就我被妮妮 处于溺水者的本能 像八爪鱼一样攀着我 冬天江水刺骨 寒冷我的膝盖 聚疼无比 竭力抱着她游上岸 隔着翻腾的水花 我看见岸上人焦急的面孔 其中包括柳如烟 她向岸边狂奔而来 那慌张的神色 仿如痛失珍宝 她很在乎我嘛 这个念头像春水一样 自心上涌出 漫遍全身带给我 无穷的温暖和力量 我忽然神力无穷 顺利斜着被妮妮出水上岸 医务人员和剧组同事们 过来七嘴八舌地关照我们 然而我在人群中 没有看见柳如烟 柳如烟呢 我渴出肺中水后 迫不及待地问 化妆师小妹 脸上划过一丝 不忍刘总她 她去看江紫月了 江紫月刚才忽然嚷嚷说 我腿疼 所以她急忙先去她那里了 我愣住膝盖关节 这一刻寒凉而剧痛 原来是这样啊 她终究不在乎我 人潮涌动 偶尔闪出的缝隙 让我窥见柳如烟 正蹲在江紫月身前 温柔地给她按摩脚踝 她从来不曾用这种眼神看过我 即使我在冬日的江水里沉浮 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在她眼里 还是不如她心上人的一身腿疼重要 此刻我的膝盖实在是疼得受不了 贴膏药也没有用 我决定去医院挂号 顺便看望我妹妹小雪 小雪十岁那年 被查出患有白血病 那年我刚刚毕业 我爸在蹲监狱 我妈下岗无业 家里还有一个独中砖的弟弟 家里经济非常拮据 完全入不敷出 我一个人打三份工 累到未出血 赚到的钱还是不够 就在那时柳如烟提出包养我 她直言要把我折磨得像狗一样 出于自尊心我拒绝了 但我妈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此事 跪下求我一折 你是男人吃不了什么亏的 你就为了你妹妹的命跟她玩玩 我不忍心看母亲哭泣 于是答应跟柳如烟的交易 她每个月给我三万 此外还帮我拉一些饮食资源 为此我付出的是全部身心健康 我就像柳如烟的专属奴隶一样 被她按照自己的喜好打碎重塑 她喜欢什么我就必须学什么 我学做饭 练开车 学穿搭 学按摩 成了她的专属厨师 专属司机 专属床扮 我对猫毛过敏 但是她喜欢猫 养了一屋子猫 我每天必须戴着口罩 铲猫屎到猫粮 两年里 除了拍戏以外 我没有一分一秒属于自己的时间 完全把自己奉献给她 我活得苍白而疲惫 但见家人时 还是想以最好的状态面对 为此我买了最贵的补品 去小雪的病房 恰好在病房门口 听见弟弟小远的声音 还是二哥最疼你吧 大哥从来不让你吃糖 二哥偷偷给你买 小雪埋头巴唧巴唧地 吃着硕大棉花糖 看到这一幕我不禁皱眉 平时我禁止她吃糖 因为我们家遗传牙齿不好 容易长蛀牙 小雪有白血病 做牙齿根管治疗时 比一般人有风险 此刻小远还在威逼力诱导 快说 我是不是比大哥强多了 他在外面给富婆当鸭赚钱 我靠修摩托车赚钱 我是光荣的劳动人民 小雪懵懂地啊了一声 当鸭嘎嘎嘎嘎的鸭子吗 小远做了个猥琐的动作 就是卖身子 有可能还卖屁股 哈哈 我浑身血液凝固 完全不敢相信 这是弟弟小远说出来的话 昨天他还嬉皮笑脸地缠我磨我 求我给他转一千块钱买游戏装备 快说二哥最好 二哥就把这串糖葫芦也给你吃 小远从书包里拿出一串脏兮兮的糖葫芦 小雪不争气地咽了口唾液 狗腿子般连连点头 二哥最好 二哥靠双手挣钱 大哥靠卖屁股挣钱 二哥光荣 大哥无耻 听到这里 我再也按耐不住 冲进病房拽住小远的耳朵 把他揪到走廊上 我还没有动手 他就开始扯着公压嗓子 鬼哭狼嚎好起来 大哥饶命 大哥饶命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开玩笑 这是我妈买饭回来 看到这一幕立刻护住小远 我妈训斥我的面孔有些猙獰 都是一家人 你这么凶干什么 你是哥哥 就该让他弟弟 他有什么错你都担待着 自古以来长兄如父 好一句长兄如父 把我牢牢定在了寿刑柱上 这些年我恪守传统孝道 为家里无私献出经济支持 努力践行着兄长乃至父亲的职责 可老好人当久了 大家就是为理所当然 不仅不再感谢我 而且我稍有怠慢 便开始指责我 还在背后说我闲话 我不是神 我是人 我也会难过 我将给小雪买的昂贵自补品 放在走廊场椅上 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 我妈小跑着追上我 这个月给你爸的一万块钱打了吗 又是这样 总是这样 我爸拿我当ATM机 我妈也拿我当RT机 我转头认真看向我妈 从小到大 你不知道被我爸家暴过多少次 你经常在我面前哭诉 小时候每次我都挺身而出帮你打回去 被他打得头破血流 长大后我劝你跟他离婚 可你不仅不离 还骂我是不孝子 他坐牢后 你理直气壮地催我给他转钱 凭什么 你是受虐狂就算了 不要拖我下水 我第一次对我妈发火 他气得一耳光扇在我脸上 我竟然不觉得疼 因为我感受过的痛苦太多太多 早就麻木了 妈 当你的孩子 真的很累 我转身离开 晚上柳如烟喊我回家 给他包孙竹鸽子粥 他已经被养掉了胃 不是我包的粥不喝 我匆匆采购好食材 赶回柳家别墅 没想到在别墅区的湖光山色里 我竟然遇见被妮妮 他从一辆毛斯莱斯豪车上走下 忠哥 我等了你好久 他笑意盈盈 英式精心化过妆 嘴唇流动玫瑰般 脚眼欲滴的色泽 我疑惑 你等我干什么 被妮妮垂头羞涩一笑 你好歹救了我一命啊 我当然是来以身相许的了 别开玩笑了妮妮 我有事要忙 我扬扬手中装菜的袋子 被妮妮惊讶得信眼圆瞪 不是吧 哥 你还要给你的金主洗手做羹汤啊 我点头默认此事 被妮妮跺脚撅嘴道 可恶的柳如烟 艳符全让这死丫头想了 你这么好的男朋友 他竟然还不珍惜 哥 我说真的 你跟他分手吧 和我试试 我也有钱 我爸的公司规模不比柳家小 梅花术后突然响起柳如烟寒凉的声音 你爸的公司又不是你的 被妮妮 你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你不学无数不会经商 你们家的公司不可能由你来继承 柳如烟为人向来低调 我从未见过他还如此傲慢刻薄的一面 他昂头对被妮妮说 我是柳家唯一的掌权者 你没有资格跟我比 贝妮妮不甘示弱的回击道 那又如何 你在事业上成功 但在爱情上却是失败的 你已经伤透了一折格的心 我跟他的事用不着你管 柳如烟气得目光灼灼 艳美而凌厉的瞪我一眼 你还不快进屋 贝妮妮偏偏攀住我后颈 踮起脚尖在我家边吻了一击 我震惊 试图推开他 他已经轻强的闪身躲开 俏皮的做了个wink 一折格 我合作过的这么多男演员里 和你拍吻戏是最舒服的哦 等着 我一定会把你追到手 当晚柳如烟大发雷霆 摔碎一整套英国围棋武德 古次餐具 那些幼光清透的薄瓷片 犹如断裂的白蝶翅膀 在地上轻轻摇晃 而他身着胭脂红睡袍 是鲜活起立的烈焰玫瑰 摇曳在废墟狼藉之上 若不是保姆过来提醒他 姜紫月已经睡着了 他恐怕还会继续发疯 说 你跟贝妮妮是什么关系 发展到哪一步了 你们抱过亲国 上过床吗 我认真告诉他 没有 我和贝妮妮的关系 仅限于工作 会按照戏份要求接吻 做一些亲密举动 但我们私底下没有交集 柳如烟一声声质问我 那他为什么会来找你 那他为什么会说 和你的吻戏感觉最好 他出危险的时候 你为什么奋不顾身的救他 我感觉疲惫 直接把话说开 你很在乎吗 你现在这么愤怒 会让我误会 误会你真的很在乎我 甚至喜欢我 柳如烟立刻否认 当然没有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我只是帮将紫月报复你 如果你那个死鬼爹在 我就会报复他 而不是报复你 可他在蹲大牢 那只好由你负债 自偿承担后果 一就是这样 不管我纠结多久 他的答案都不会变 他从未爱过我 他只想报复我 好 我知道了 我认命了 柳如烟还在不断重复 我不爱你 他一步步靠近我 美丽的凤眸深望着我 偏执又绝望 我不爱你 一点也不 他抬手将红酒 泼在我脸上 清唇酒液自我鼻梁流动 润视我下半张脸 他急切地用酒液 一遍遍擦洗我嘴唇 似要把被妮妮 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彻底擦去 他的眼神里有厌恶 沮丧 烦躁 还有渴求 我下意识 揽住他的腰 一诺仙妖青瘦 六幅青纱红皱 我们无言对视 似有电流碰撞出火花 下一刻 我们的唇 仿佛磁尸般 情不自禁吸河 混蛋 我不爱你 我恨你 他一遍遍说着寒心话 四肢却如藤万丹 紧紧缠绕我 这夜 曼妙悠长 柔腹凝脂暖欲滴 香水人面春无痕 我强忍膝盖上的痛 给他最好的体验 于是雪山颤颤 春水漫漫 阴唇红退 蕴土身影 窗外月光宁静 温柔扑进房间 每一个角落 像年少时的青色纯针 照耀着我们 复杂批发的成人世界 我描摹他的长洁 白景 感受内心深处 对他的爱恋 卢州月光 在我心上 一折 一折 他压抑着声音 神情欢愉又痛苦 闭着眼不愿看我 一滴青银泪珠 渗出他的眼角 我稳掉那滴泪 欢喜在心底盛开 我不相信他对我 完全没有感情 可我们的关系 充满推拉 撕扯 他待我时而亲密 时而博良 看我的眼神复杂又痛苦 女人 真是这世上最难解的谜题 柳如烟泪地睡着后 我离开他的房间 这是我们这些年 不成文的规定 他从不允许 我在他的房间里过夜 我出门的那一刻 居然看见 江紫月站在门口 他充满敌意地 将我从头到脚 打量一遍 失笑道 不过只是压而已 等他完腻了 就会把你送给其他富婆 我现在心情正好 不想和他计较 便淡淡到了声 随你怎么想 他被我的默然激怒 脱口威胁道 信不信我明天 就让你生不如死 我以为他的威胁 只是出自于 失败者的无能狂怒 他一缺一拐地离开时 我还怜悯地目送他很久 没想到第二日 他真的让我生不如死 我早起包孙竹鸽子粥 粥熬的火候正好 香浓醇滑 我满心欢喜地走出厨房 想喊柳如烟起来喝粥 没想到 他已经坐在客厅里 昨晚我们亲密无见 而此刻 他的柔情荡然无存 他穿着修身黑裙 眼神冰冷地扫过我 江紫月正坐在他身旁哭泣 解释自己 为何选择这个时候回国 不过一口 与梦中情笑失之交臂 我爸怕我想不开 把我带到米兰生活 米兰风景很好 我生活还算舒适 可就在上个月 我爸去世了 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庇护我 讲到这里 江紫月泪如雨下 沉弱的肩膀轻轻颤动 好意为我见游怜的美男子 柔如烟眼中的心疼快要溢出来 他抽出纸巾细心给他擦泪 江紫月抓住他的手 握在掌心里 我爸的意愿是魂归故里 所以我这次回国来想给他下葬 柔如烟我只求一件事 那就是我要忠一哲 给在我爸的墓前磕头谢罪 我震惊 江紫月指着我 他是杀死我爸的罪魁祸首 这绝对是无稽之谈 我承认我爸给他们家 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但我和他爸的离世 还是没有任何关系 江紫月振振有词到 我爸身体本来很健康 为了照顾我才开始遗落千丈 在米兰 他为了让我的脚得到充分休息 经常背着我上下楼梯 疲惫过度 胆难言复发 因此才早早去世 如果我高中时 没有出过那些倒霉事 如果我的腿还好好的 我爸现在肯定还健健康康地活着 都是因为忠一者 他教唬他爸伤害我 抢占我的录取名额 我被这其中的强盗逻辑气笑了 冷静地揭穿他 当年你跟我爸斗殴 是因为你在我爸修车店 组装了一辆改装摩托车 没有给钱 我爸问你要钱时 你们发生口角冲突 后来演变成打架 江紫月立刻说 没有这回事 我什么时候欠你爸钱了 你拿出证据来 他单纯是为了你打伤我 你是万恶之源 我试图跟他争辩 柳如烟这时打断我 够了 不要再狡辩了 忠一者你确实欠他们家的 你应该去将紫月父亲墓碑前磕头谢罪 男儿膝下有黄金 最多跪天跪地跪父母 我不能承担我没有犯下的罪行 也不愿意为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下跪 这对我而言是羞辱 然而柳如烟威胁我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15号 每个月15号柳如烟往我卡上打三万块钱 我再转给我妈 用来当小雪的医药费 你不贵 这钱我就不给 柳如烟的红唇张张合合 吐出残忍话语 他的眼眸全然冰冷 没有丝毫爱意 我不敢相信 他会如此无情 昨晚的似水柔情干涸成赤地千里 毒蛇丝丝盘根 有那么一瞬间 我很想砸烂他的别墅 告诉他老子不干了 我很想放弃小雪 反正在他眼里小远才是好哥哥 不管我付出多少他都不懂的 可是我不能 责任敢沉甸甸地坠着我 让我无法肆意自由 于是我跪了 跪下的那一刻 仿佛有一万蚂蚁 啃是我的膝盖 剧痛 和我的心一样痛 柳如烟为了超度江紫月他爸 举办了隆重的水路道场 四周佛沙威娥 终生沉玉 范英柔圆 朱天花雨 我跪在蒲团上 在浩瀚宇宙中缩得很小很小 被自身的重量压垮 最后坍塌成黑洞 起身后 又膝盖太痛 然后凉凉讽刺 装什么 给我好好走路 别丢我的脸 他不信我有问题 身为罪人之子 没有权利身体抱恙 我必须永远健康 毫无怨言地任由他们向我宣泄怒意 晚上回到柳家别墅 江紫月还在掉泪 柳如烟不停安慰他 带他进了卧室 我站在别墅外 看着柳如烟卧室的灯光亮到半夜 然后熄灭 江紫月一直没有出来 他在他的卧室里过夜了 我用三年办不到的事 江紫月回来不到三天 就可以办到 多可笑 我站在冰天雪地里 望着柳如烟的窗口 一直接一直抽烟 我无法不去想象 他们此刻在做什么 极度让我心如刀脚 我好想立刻冲进去 把江紫月揍一顿 可我没有那个立场 不被爱的人 才是多余的第三者 手机听的一声响 是我妈发来消息 钱呢 怎么还没打过来 你爸这个月的生活费还没给 小雪又要交医药费了 你抓紧把钱打过来 字字句句 绝口不提我 她是我妈 却不关心我吃得好不好 睡得好不好 身体好不好 她永远更关心 丈夫和最小的两个孩子 太累了 活到这个份上 我好想大哭一场 可我是男人 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联系上院方 给小雪预存了 二十万的医药费 二十万是我这些年 补贴家庭以外 攒下来的所有钱 我向院方声明 这笔钱只能用来 就是小雪 不可以另做他用 而且除我以外 任何人不得提现 我要彻底杜绝 我妈节省小雪医药费 寄给我那混账老爸的可能 然后我告诉我妈这个消息 我问过主治医生 小雪的病情已经稳定 二十万足以支撑 她后续的治疗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我身为兄长的义务 已经进完了 发完最后一条消息 我把我妈还有小雪的微信 拉黑删除 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人 早晨我走入别墅内 开始收拾行李 意外撞见柳如烟 在我的卧室门口徘徊 你去哪儿了 一整晚都没有回来 她的美眸严厉地瞪着我 此刻她穿的是一件 绣满紫蝴蝶的黑金睡袍 摇言魅惑 身立领口袒露雪白的肌肤 想到她就是穿着这个 跟江紫月春风一夜 我竟然不觉得心痛 因为已经彻底放下了 一念轻 世界轻 曾经对她的执念和爱恋 彻底荡然无存 我平静地告诉她 我要走了 柳如烟愣住 你在发什么疯 跟我闹脾气吗 真是胆子变大了 还有 我问你 你膝盖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走路一瘸一拐的 我觉得无话可说 沉默地看了她一会儿 与她擦肩而过 忠义者 为什么要用那种眼神看我 柳如烟慌张地拉住我 我轻轻掰开她的手 我真的要走了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她看到我迅速说是行李 终于明白我的意思 你真的要走 你走了 我可就不给你钱了 你妹妹还等着你给她医药费 小雪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 我但笑道 随你 柳如烟愿发愤怒 从今往后我不仅不捧你了 你信不信我还会在夜内封杀你 没完没了的偶像剧仙霞剧 我早就拍腻了 这不是我理想中的演员生活 我也是有理想的人 既然拿不到好剧本 不如干脆吸引 反正我有手有脚 在外打工赚钱 不信养活不了自己 随你 我还是这句话 柳如烟彻底被我激怒 开始口不择言 你在发什么疯 不就是昨天让你跪了一下吗 难不成你还在信封封那套 男人而膝下有黄金的鬼话 太大男子主义了吧 只要他想指责我 我做什么都有错 动不动一顶大男子主义 不尊重女性的帽子扣下来 我转头一字一顿的认真告诉他 这跟性别没有关系 只跟人的尊严有关系 如果我是女子 你给我安上莫须有的罪名 让我给他下跪 此刻我也会是这个反应 我要离开你 柳如烟脸色煞白 你走了就不要再回来 他色力忍察地继续威胁我 我沉默以对 继续打包行李 所有他送的东西我都不带 只带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忠义者 我这辈子不会再见你 你永远别再来找我 惹了我 你在娱乐圈里别想混下去 我会让所有公司封杀你 我说到做到 我拎着行李 头也不回地走出别墅 留他在我身后咆哮 最后他的声音带上了哭腔 有那么一瞬间 我忽然自省 是不是因为我平时 对他太温柔太包容 他习惯了对我一指气势 不知道怎么跟我好好说话 可仅仅只是由于一瞬间而已 我脚步顿了顿 继续坚定地离开 就像白瑞德离开斯嘉丽 或许对于斯嘉丽来说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一切还皆有可能 但白瑞德的心已经老了 再也经不起爱的折磨 我活成了世景操汗 现在我在S市 最繁华的街区某家车行内工作 以改装摩托车赚钱 绣摩托车似乎是 我们中家男人祖传的手艺 我从小看我罢休 耳濡目染 无师自通 如今我每天戴着墨镜 光着膀子 浑身极油味 以前在娱乐圈拍了不少偶像剧 还是岌岌无名 如今在现实生活里 我竟然很受欢迎 不少男男女女 跑来问我要微信 帅哥 你好有型啊 有对象吗 你很像布拉德皮特 和汤姆克鲁斯的结合体 有没有考虑来玩cosplay啊 帅哥 我看你好眼熟 你很像某个男明星 但我想不起来了 哥哥这么帅 修摩托车实在是暴天天物 别修了 来修理我吧 保证你赚得更多 我哭笑不得的应对 顾客们的虎狼之词 除此以外 生活还算平静 我远离柳如烟和我的烂泥家庭 每天早睡早起 活得健康自律 关节炎也好了很多 膝盖不再做痛 一切都不错 只是我经常有盲刺在背的错觉 就好像一举一动都被人监视着 这天一辆眼熟的劳斯莱斯豪车 在车行门口停下 司机开门 被妮妮从车上款款走下 看到我后 立刻像核弹一般扑过来 我的老天爷 钟哥 你怎么变这么帅 你终于找到了你自己的style了 他紧紧抱着我 胸前柔软贴住我 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好了 放手吧 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我温柔地推开他 他还是热情似火 捧着我的脸仔细打亮 哥 我说的是真的 你以前帅得泯然重人 但现在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赛道了 你适合硬汉的角色 正好我大伯的公路电影在海选 他劝我继续演戏 可我很满意我当下的生活现状 我会认真考虑的 我不忍心直接拒绝他 模棱两可地给了答案 晚上我埋头修车时 车行同事突然发出欢呼气哄声 我靠 忠意着你小子真是厌妇不浅 又有个大美女富婆来找你 我抬起头 看见柳如烟靠在银黑色麦巴赫前 风雪卷起他玫瑰红的大衣 点点细血如言如续 沾染他发丝 他轻艳的面旁装容精致 目光定定望着我 我洗净手上机油走向他 你找我吗 到车上说 他低语 不必 我拒绝 工作时间我不能走远 你有话直接在这里说吧 柳如烟红了眼眶 你以前从不会拒绝我 我没有回答 他烟红的眼角伸出水色 可是冷风吹得我头疼 你就不能迁就我一下吗 男性理应行为绅士一点 就算他是陌生女性 我也会稍微照顾他 在车上坐定后 柳如烟反而沉默不语 闭目靠在椅背上 街灯照耀他光洁完美的侧颜 他眉头微醋 似是被每天繁忙的公司事物 压得愁晕惨淡 我知道他头疼 但我装作不知 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 两久静默 他开始轻轻啜气起来 你就这么狠心 再也不肯多看我一眼 我头疼你装作没事人一样 他的哭声如怨如目 尾音像小猫尾巴一样 挠人心扉 我声声叹气 在便利贴上写下一串号码 这是按摩师傅的电话 他手法很好 柳如烟直接抓过便利贴 撕成碎片 散发乌木玫瑰香气的身体 不由分说贴近我 我不要别人 我偏要你给我按摩 挣扎中他大衣一带散开 露出里面的蜜桃色紧身裙 烟轻血逆风融质 露中侠乡恶挪身 他知道自己美 故而视镜行凶 经常用美貌逼我就犯 这次我不为所动 甚至讽刺道 怎么 江紫月满足不了你吗 所以你又来找我 柳如烟的泪水一出眼眶 你怎么这样羞辱我 我承认我是喜欢过他 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已经确认 我对他只是朋友的喜欢 我跟他从未发生过 超出朋友范围以外的关系 从灵堂回来的那晚 他太过伤心 我便留他在我的卧室里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整晚都在开导他 现在听他跟我解释这些 我心中不痛不痒 都过去了 我不在乎 我说 柳如烟暴怒 那你在乎什么 在乎贝妮妮 在乎那个夸你像 布拉德皮特的女孩 还是在乎那个 让你不要修理摩托车 修理他的小灵 我震惊 恍然明白过来 你在监视我 柳如烟一直在派人跟踪我 监视我 他竟然丝毫不觉得 自己这样做有问题 已经分手了 我当然想知道 你是不是过得很坏 如果你过得很坏 我就心满意足 他撒娇般说着气话 我粗暴地打断他 不要说分手 我跟你从来没有正式交往过 我们之前的关系 是肮脏的金钱交易 现在回想起来 我只觉得恶心 柳如烟骤然睁大眼 脸色苍白难看 你说什么 我一字一顿地重复给他听 我说 和你的关系 让我觉得恶心 我很后悔出卖自己 如果可以选 我宁愿从来没有认识过你 柳如烟美丽的眼眸中 蓄满泪水 他再次抬起手掌 就知道会是这样 我闭上眼 等待巴掌落下 然而他的手颓然坠落 捂住脸 哀哀啜泣起来 我不相信 你跟我在一起时 一点快乐都没有吗 你高中时明明爱恋过我 我不是不喜欢你 我只是 只是不能接受 我喜欢的人 是犯罪分子的儿子 所以这些年 我表现得很割裂 心理上明明已经喜欢你了 理智上却不承认 故意推开你 折磨你 我摇头道 你从来没有尊重过我 再深的感情 也会在三年的措摸里 消耗殆尽 说完这话 我转身下车 寒风刺骨凛冽 我下定了决心 答应被妮妮的邀请 试着参加电影海选 因为当下 我所以为的自由生活 其实还是被柳如烟 暗中监视着 我必须靠自己 混出名堂 才能不被他这种 有权有识者随意支配 我的电影之路 异常顺遂 第一部公路电影片 票房小报 我饰演的藏区喇骂 披着鲜红袈裟 露出半身奔章的 古铜色肌肉 而且眼神有戏 身情又卑悯 被观众戏称为 最帅和尚 当代苍阳家措 这部电影之后 我一路开挂 饰演了各种 有质感的硬汉角色 收获了大批粉丝 红气养人 我的事业和人生 都越发顺利 有时候午夜梦回 我会想起柳如烟 是不是要感谢 她没有兑现 封杀我的诺言 不然我怎么会 混得这么顺利 柳如烟看起来 也过得很好 我经常在新闻上 看到她 她被誉为 最美女企业家 小报新闻说 无数男人 对她屈之若物 可她一直单身 我不会自作多情地以为 那是因为我 今年的电影节 颁奖仪式上 我再次见到她 她是赞助商总市长 被众星捧月班 迎进晚宴会场 当时我正在 或被妮妮聊天 她的目光扫过我们这里 她似乎轻受了很多 目光平静 被妮妮正对我 说到高兴处 眼角没烧都是喜悦 她天生开心果性格 非常可爱 这两年 她没有停止对我的表白 我总是拒绝 她转头就望 很快又兴高采烈地 找我玩 叽叽喳喳地跟我聊着聊那 就像个忌持不忌打的小孩一样 今晚被妮妮似乎说累了 忽然一言不发 这难得的安静 让我觉得奇怪 我转头看她 她正用一种惆怅的目光看着我 钟哥 你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喜欢我 我温声道 我拿你当妹妹 被妮妮脸上褪去伪装的童真 她像真正的成年人一样 和我交谈 钟哥 我一开始说追求你 其实是在开玩笑 我这人随性跳脱 嘴上没个把门儿的 可是后来跟你长久相处下来 我真的喜欢上了你 你不要惊讶 也不要觉得有愧 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情 世上像你这样好的男人 太稀缺了 你会永远对初恋深情 最适合你的人还是柳如烟 我惊讶 我跟她已经绝对没有可能了 被妮妮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其实 她并不是完全无情 这些年她也为你做了许多 我感到震惊 什么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对家想抱你的黑料 就是关于你爸爸打人那个事 很多次都是被柳如烟的公关团队拦下 我心剧烈颤动 下意识看向柳如烟的方向 她背影轻力 正经微作 一脸西药盈盈可卧般美好 似是察觉到我的目光 她微微偏头 白皙侧脸散发荔枝肉般温润的柔光 就在这时 主持宣布今年的最佳忠议者获得者 让我们恭喜忠议者先生 他用不着痕迹的表演 如水般融入角色 入目三分的刻画出将谦逊 隐忍 刚毅 让千篇一律的硬汉角色变得复杂立体 我震撼到无以复加 论资历 我不配获得这般重量级的奖项 但登上台 看到台下的柳如烟时 我突然明白 能拿到这个奖是因为我的能力 更因为他想让我得到 他助我享受到春风得意马蹄机 一日看紧长安花的一起风发 我笑着应对络绎不绝的祝贺者 祥宾开了一瓶又一瓶 最后我伴随着走入熏熏晚风里 春意浓烈 月光轻湛 柳如烟站在梨花树下 他真的瘦了 一折 他笑意清浅 声音温柔 我一直在等你 等了我很久吗 柳如烟轻轻摇头 没有 就一会儿 他说谎 他已经等了很久 久到肩上铺满一层洁白的梨花落荫 我见惯了傲娇扶的他 如今他如此温婉 我感觉很不真实 他紧紧凝视我 有些急切地说 我学会不再乱发脾气了 我送走了 江紫月也早就出国了 前年出国的 我和他现在完全不联系 虚 我用食指抵住他娇红的阴唇 我迷离半醉 轻轻拥着他 不要说话 你听 梨花树在春风里摇曳出稀碎声响 月光将花瓣照得如沙朦朦 一熙有歌声自岁月深处响起 如舟月光 梨花雨凉 叹一句当时只倒是寻常 全文完